中華民國在哪裡 防普精神就在那裡 秉持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 為台澎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的 才是真入關 沒有這份雄心壯志 就是假彷彿 不計死生以寡敵重 亦共煥濫 自同生死 以及保家為國始終如一的決心 只要你們的實力越來越強 國家就會越壯大 有台灣才有中華民國 我們絕不能夠敵我不分 也不能夠敵友不分 更不能夠接受首戰及中戰的投降主義 軍人是國家忠誠的所謂者 是國人的依賴 國家的驕傲 務必要維護自由民主的憲政體制 堅持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堅持堅持 堅持捍衛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並吞 確保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由兩千三百萬人民共同決定 我們在訓練上會加強我們學生的腿力 那也設計了很多訓練的菜單 供學生去做訓練 他們是我的同學 然後我看到他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很濃郁 為了發揚黃埔精神 那我們從台北的中正紀念堂 一路跑向陸軍官校 非常高興回娘家 就像我們很多老長官講的 黃埔的廟在那邊 但是神在我們這邊 我們希望這邊在台灣的校友 不管是現役的 或者是已經退役的人 都能夠把這個黃埔的真正精神 犧牲團結奉獻 還有青奈精神 確實地把它發揚起來 只有我們自己做強大了 才能夠爭取到這個主導的地位